hello 欢迎学习爬成课程 那么这几个的话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Celium当中的如何去定位元素 对吧 比如说现在我使用Celium来去请就到了网页里面的 那么我怎么去定位元素 这个地方Celium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这种方式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列出了一些这样的常用的方式 当然不仅仅只有这六种 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 第一个的话就是找到元素通过ID的方式 第二个的话是通过那个类名的方式 第三个的话就是通过这个标签名 通过这个不是标签名 是通过那个类目属性 就是有些时候 音铺的标签是不是有一些类目属性 对对来给大家看一下 是通过那个属性来过去的 我们来找一下 比如说这边我们来搜索就是豆瓣 好那么现在是没有登录 这个地方我们有它一个输入框 一个登录的输入框 这地方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 这个音铺的标签它有个类目是等于这个东西 对对那么这个东西 这个放在element by name的话 就是通过那个类目的方式来获取 然后接下来第四个的话 就是通过那个标签的名字 比如说查找搜的div 查找搜的什么元素 通过这个tag标签的名字 对吧 还有是通过那个xpass那个语法 非常强的 对吧 也可以通过xpass语法 还可以通过那个sens选择器 之前我们是不是也跟大家讲过 对吧 就是通过这个sens选择器也可以 基本上有这几种方式的话 整个网页当中基本上所有的元素 都可以获取到的 对 都可以获取到的 好 然后这些什么呢 这些查找搜元素的方法 你可以看到 它后面的话都叫做什么呢 放在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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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没有加s 没有加s的话 代表的是什么呢 代表的是只获取第一个满足条件的标签 那么如果你想要获取所有满足条件的标签的话 就在这个后面给它加个s 所有的方法它都有两个版本 一个版本是有s 没有s的 一个版本是有s的 没有s的代表的是只获取一个 有s的代表的是获取多个 就是这个地方也说了下 对吧 放在element 是获取第一个满足条件的元素 放在element 是获取所有满足条件的元素 好吧 好 这个是一些相关的东西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地方就来 跟大家来讲用一下这个东西 用一下这个东西 好吧 好 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拍摄 这边我还是把那个请求摆动的一个代码 把它给拿过来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去从这个摆动这个网页当中去 把一些元素把它给获取到 好 这地方我们来打开这个浏览器 这边我们来走到这个摆动这个因为对吧 好 那么现在 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 我要将这个输入框 这个标签 这个输入框 把它给拿出来 把它给拿出来 那么用这个输入框把它给拿出的话 有很多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我可以通过这个ip 第二种方式我可以通过这个类目 第三种方式我可以通过这个class 第四种方式还可以通过那个什么呢 class那个xbus 或者通过那个什么呢 sense选择器 对 好 那么这一番来跟大家讲一下 input tag tag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它driver点发的什么呢 发的element叫byid 比如说我先来byid一下 它的id是等于什么呢 是等于kw对的 那么这一番就给kw 好 那么这个地方哈 我怎么去验证我获得到的这个输框 就是这个标签呢 呃 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先用一个什么呢 先用一个 呃 超纲的一个人的支持点 好 不是超纲 就是后面我们会跟大家讲到的一个支持点 就是去填充这个表单啊 就是我获得到这个表单以后 我获得到这个元素以后 我给这个元素当中填充一些数据 比如说填充一个字符上 那么这样的话 如果能够成功 说明我获得到的这个标签 确确实实是这个input的标签 对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一步啊一步的stack啊 然后第二个下面的一个方法叫做什么呢 send keys啊 send keys就可以给这个里面发送一些这样的自传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给个python啊 捧着加索网络家啊 好 然后的话我这地方再来右键来评定一下啊 好 这样的话再打开来对不对 然后来到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不是python就已经来了 这个python真的不是我手动输入的 知道自己输入的啊 知道自己输入的啊 好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通过这个id的方式获取 对不对 人的话还可以通过这个lame的方式获取 那么我们也来测试一下啊 这个类母是那个wd吧 保存价 再来走一下啊 呃 这个流传接第一啊 来看到这个是不是这个python一瞬间他自动给我输了啊 看到没有啊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啊 通过这个lame的方式也扣过去啊 还可以通过这个classlame对吧 classlame classlame叫做什么呢 叫做这个sipt对吧 好大家啊 这个pice是不是也输入进去了 对对 那么就是通过这个啊 classlame啊 还可以通过那个什么呢 xpass域吧 通过这个xpass域法 通过xpass域法的话啊 我就这样去找啊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 我就这样去找啊 for the element by这个xpass啊 这里边写下面呢 要找这个info的标签 然后它有什么样的属性呢 这个id是等于这个kw的 对对 好 那么这的话也是可以找到啊 保存价啊 那要走一下啊 好 这的话也是可以找到 对 也是可以找到啊 还可以通过那个css选择器啊 css选择器 比如说我们这里边来找那个什么呢 看在这哪个方式会比较好找一点呢 这个吧 css这个啊 他是在这个类下面啊 这个地方 css选择器的话代表是那个呃 代表的是要再给他 给他前面加个点 好吧 给他前面加个点啊 我选择这个类啊 选择前面这个类啊 后面这个类啊 这个类下面的什么呢 下面的那个info的标签对吧 不是让他直接紫要素 就是给个箭头啊 来看一下啊 能不能选中选中啊 好也是可以的 对不对 也是可以的啊 好 那么如果这个地方 你随便给个wassball的啊 这个地方就肯定选不中了啊 他就会抛制一个异常了啊 我们再来走一下啊 对吧 就抛制一个异常说这个css选择器这个东西没有找到啊 没有no such element 没有如此的元素 并且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没有输入那个python对吧 说明我们这个地方没有选中啊 没有选中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选中一个元素 那么如果你要选中多个元素的话就在这个后面给他加一个什么呢 给他加个s啊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现在的话是只有一个在这个标签下面啊 是只有一个input的标签对不对 只有一个input的标签啊 他他反回来的是一个什么呢 他这个反回来的是一个列表对不对 所有这个地方你去掉一个列表 他的那个send case肯定会报错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给他取一个什么呢 取行操作啊 嗯 都错了吗 我们来看一下啊 哎 反过来的是个空的列表是吧 啊 这个是没有找的到对吧 没有找的啊 呃 这里面我们来改成这个啊 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啊 啊 还是不行啊 还是不行 这个地方我们需要给他取出来 对吧 好 也是可以的 对吧 也是可以的啊 好 那么就是加了s的版本代表的是获取多个啊 获取多个 然后的话他会放在这个列表当中啊 他会反回一个列表 然后把把这些码子调整的这些元素 放在这个列表当中 好吧 好 那么这些的话就是啊 获取我们一个我们的那个什么呢 我们的那个网页当中的一些这里元素啊 当然这种方式的话啊 这种方式的话 他使用的是那个python代码来写的啊 使用的是那个python代码来写的 所以的话 他的那个就是去获取这个元素那些东西的话 肯定没有我们之前使用那个lxml那个固来的来的更加快 因为lxml那个固的话 他使用的是那个c语言对吧 他底层使用的是那个c语言啊 所以的话 犹如我们想要去获取这个网页里面的一些这样的数据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首先先通过这个driver啊 去请出这个网页 然后再通过这个driver上面那个什么呢 pager resource pager source啊 拿到这个pager source 就是拿到这个网页杨代码 拿到这个网页杨代码以后 我们接下来再使用那个e-trade的方式啊 就是可以使用这个方式去写这个什么呢 写这个xpass语法去执行去获取相关的元素对不对 这种方式的话使用起来就更加方便一点 因为lxml他使用的是那个c语言写的啊 那么这种方式的话啊 他使用的是那个python语言的 说的话效率没那么快 当时的话啊 呃有些时候的话你不得不使用他 什么情况下呢 就像这个地方 你要去给这个标签 去发送一个这样的字符上 那么的话你就必须要使用他这个方法啊 因为如果你使用这个xml啊 使用这个什么呢 使用这个lxml的话 他反过来的对象 是这个他反过来的那个对象啊 是这个属于这个lxml当中的啊 而这个什么的send keys这个方法的话 他是属于啊 属于这个什么呢 属于这个里面的啊 就属于我们这个l 属于这个send里面的啊 就是两个对象是不一样的 所以的话你调用这个方法的时候就没办法调用 对 这的话你就必须要去使用这个东西 这个的话也是大家需要注意啊 说明点啊 如果只是啊 想要解析网页中的数据啊 中的数据那么推荐啊 获取什么的推荐哎 说呃推荐加什么呢 将网页原代码啊 将网页原代码 那么推荐将网页原代码啊 扔给什么的 扔给那个啊 扔给那个啊 lxml来解析啊 因为lxml啊 底层使用的是什么呢 底层使用的是那个ce啊 所以效率会更高啊 所以那个解析效率会更高对吧 好那么第二个啊 第二个的话是如果哈是想要对元素啊进行一些操作啊 比如比如什么呢 啊 输入给一个文文文文框输入值或者是啊 点击啊 某个某个按钮啊 那么就必须使用什么呢 使用这个使用这个s1i1s1i1i元某给我们提供的查找良素的方法对吧 嗯 这个的话就是相关的一些东西好 我们就讲到这里吧 好 那么大家在课题里面的话自己也去多多尝试一下啊 多多尝试一下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期课程就讲到这个了啊 感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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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